在他之前没有人能够做到一人带火两个类型的电影市场 他的英雄本色带火了黑帮英雄片 他的赌神带火了赌片市场 光凭这一件事他便可以在影坛封神 人人都爱梁朝伟的忧郁眼神 而这个人的眼神却可以给你全部 梁家辉被称作千年影帝 而他也具备变色龙属性 演员当中能够演好正剧的有很多 能演喜剧的也不少 但如果正剧喜剧都能演好的整个华语影坛都不多 而且基本各个都是影帝 如果再加上文艺片票房电影都有不错成绩的就更是凤毛铃角的存在 虽然他的巅峰并不长久 但是所达高度却是让人望尘莫及 在他鼎盛时期不管演什么角色 观众都是喜欢的不得了 可以说是到了人人爱发歌的程度 除了观众喜欢专业评委对其也是十分钟情 他四年三夺金像奖 1988年更是一人有三部作品提名香港金像奖影帝 一时之间无人能敌 他几乎没扮演过什么好人 有时是手起刀落但无虚发的杀手 有时是探囊取物游刃有余的大道 除此之外他甚至还是无赖 好赌诚信粗俗不堪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坏人却是看客们心中不折不扣的英雄 他绝大多数的影视作品中都有一个江湖 恩怨情仇聚散离合 或玩世不恭或是悲情义气 上海滩的许文强 冷血双枪小马哥 还有赌神高静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被誉为香港之子的周润发成长故事 1955年5月18日周润发出生于香港南亚岛的一个农村家庭 籍贯广东省江门市开平市 他的父亲周荣允是出海打鱼的船员 常年漂泊海上 母亲种菜养鸡也尝到别人家里帮拥 因为生活辛苦 周润发从小就帮母亲打零工贴补家用 然而父亲虽然工作努力但是收入有限 还因为沾染上赌博欠下许多外债 因此周润发从小就厌恶赌博 1970年他的父亲因病突然去世 此时只有15岁的发仔为了减轻家中负担 决定退学进入社会打拼 由于年龄小文化程度低他能做的工作并不多 当过搬运工送过报纸做过酒店服务生等等 起早贪黑收入却少得可怜 这样的生活过了三年 1973年TVB第三期演员培训班开始招收学员 当时很多少男少女都想尝试一下 18岁的周润发在朋友的怂恿下一桶前去印证 但是面试需要展示才华 周润发哪里学过表演 无奈之下只好唱歌 但是糟糕的表现狗看了都摇头 以至于很多项目都没考完 本以为与演戏无缘 但是不久后却收到了录取消息 原来在面试的时候 其中一位考官对他非常欣赏 这人便是被称作香港话剧之父的钟景辉 他力排众意将周润发破格录取 发歌的人生轨迹由此开始发生了改变 1974年经过电视台训练一年后 周润发顺利毕业 开始了他的龙套生涯 作为演员想从小人物一路往上爬坐到核心位置 有人评的是真功夫能打敢拼 有的人评的是头脑机灵 懂得察言观色敢于为自己争取机会 在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娱乐圈想混出名堂 以上两点必须具备齐 与同期进入TVB无线电视艺员培训班的人相比 周润发属于后面一类 够聪明并且懂得为自己争取机会 当别的信任天天坐在家里 苦苦等待演出机会找上门的时候 周润发已经开始主动想办法 让更多的人认识自己注意自己 上海滩中扮演丁力的吕良伟 在电视节目上就曾经谈到过周润发的成名诀强 在他眼里年少的周润发不仅努力 而且聪明有心机 为了获得关注争取演戏机会 他总是穿着有点夸张的衣服 像得显眼包式的站在电梯门口 和高层打招呼混脸书 这一招虽然看起来好像很蠢 但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台里几乎所有大佬都记住了这个精神小伙 当年无线电视台选相当小姐的时候 要找个男孩扮演白马王子 有人立刻就想到了他 被金庸评为香港最好的散文作家林念妮也说过 周润发懂得在什么地方亮相懂得推销自己 他的聪明机灵为他带来了机会 不过一两年的时间 他便从众多跑龙套的新人中脱颖而出 接拍了诸如江湖小子 家便 网中人等长剧 1976年电视剧狂潮大热 当时无线电视播放狂潮的时候 有230多万人同时收看 要知道当年整个香港总人口也不过500万人 这个数据可以说是相当夸张 他在剧中饰演半反派少画山 一个专门向女人骗财骗色的小白脸非常深入人心 凭借此剧让周润发坐上无线时装剧首席小声的位置 但真正让他红遍大江南北的还得是上海滩 1980年这部电视剧播出之后便引起轰动 他所饰演的男主角许文强来到上海 为谋生他不择手段左右逢源 有时阴险歹毒有时笑脸相迎 在他混入黑帮之后纵横驰骋黑白两道风光无限 最终却因为不肯丧失民族气节而以横死结束了英雄命运 也为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画上了悲情的句号 上海滩无疑是周润发影视生涯里英雄片的前奏 他不仅开创了港剧历史上第一个黑帮英雄神话 也直接影响了后来华语影视剧的创作路数 掀起了民国黑帮热潮 此后香港黑帮片展露头角一路高歌猛进 最后发展成为香港电影挺进好莱坞的品牌 被称为暴力美学大师的吴宇森 与周润发联手合作的防弹武僧 蝶血双雄等更是打开了国门走向了西方世界 凭借许文强这个角色周润发一举坐上TVB一个宝座 此时的他可谓是红的法子 然而相比较电视剧方面的风生水起 他在电影方面却是全部扑该 甚至被冠以电影票房毒药的称号 很多公司直接放话绝不能跟周润发合作电影 1981年导演许安华找到周润发提出要拍电影胡跃的故事 那时候的发歌在影坛依旧没有摆脱票房毒药的魔咒 但是许安华不顾他人劝阻仍然执意让他出演男主角胡跃 当时对电影事业一度灰心的周润发 在演完这部电影后重新找回了自信 后来也多次在公开场合感谢许安华的知遇之恩 到了2006年此时的周润发已经成为国际巨星片酬高达千万 而他仍然以低片酬出演了许安华指导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许多喜欢周润发的影迷都知道 他的电影事业崛起是从1986年开始 一部掀起香港英雄片狂潮的电影英雄短色问世 导演吴宇森配上周润发 狄龙以及张国荣完全是神仙组合 但在当时却并未被人看好 吴宇森因为拍摄英雄无泪被家和血藏算是落魄导演 狄龙那时因为秃顶被邵氏电影谢莫杀驴炒了鱿鱼 张国荣那时虽然是人气巨星但基本还活跃在歌坛 当时对于他的演技还是备受质疑的 再加上周润发这个票房毒药 就是这样一个班底最终打造出了英雄本色 拿下3465万票房成为年度冠军 风靡整个东南亚 在韩国更是因为这部电影人们爱上了张国荣 英雄本色这部作品上映后可以说是一部经验之作 剧中的暴力美学和江湖气概都发挥到了极致 片中几位演员和导演都凭借这部作品逆风翻盘 发哥也正式打响影坛第一枪 由此进入他电影事业的开挂模式 周润发拍戏的时候有多较真 为了让观众感受真实他可以跳粪坑 1987年的周润发正式当红时 这一年他有五部电影进入到年度排行前时 其中有一部是林领东导演的电影《监狱风云》 有一段戏他要跳进粪坑里 原本导演觉得用一条好颜色做的像是粪坑似的就可以了 但是周润发说不行 他说往粪坑里跳必须真实感受 要不然怎么能演得像 从1987年到1989年周润发主演了25部电影 大部分影片叫好又叫做 尤其是王晶指导的《赌神》 这个《赌神》出场的镜头勾起太多人青春美好的回忆 可以说周润发和《赌神》已经画上了等号 梳着背头穿着西装嚼着巧克力 嘴角总带着一抹自信微笑的形象 已经成为观众心中永恒的经典 这部电影引领了港产赌片的风潮 随后出现了《赌侠赌圣千王之王》等系列作品 在拍完《赌神》之后周润发有意减产 此后几年直接拍了寥寥几部电影 到了1995年发哥离开香港进军好莱坞 他的远去宣告了香港电影《一个时代》的结束 出道好莱坞的周润发从影帝到心圆 屡战屡败一度被调侃为没落的东方王者 直到千禧年里安指导的《沃虎藏龙》上映 周润发的《王者》风范再一次重现江湖 曾经的飞扬洒脱不羁在岁月的打磨下归于沉浸 告别了血气方刚的许文强小马哥 蜕变成为挣扎于世俗与情爱之间的侠客林木白 属于周润发的演绎《江湖有情有意有挫折》 也有对命运的抗争 2003年周润发的《个人奋斗史》被编入香港中学课本 被誉为《香港之子》的发哥已然成为新一代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对于自己的作品他直言不讳的评价90%都是烂片 有些是早期没得选 有些则是必须还的人情债 电影《卧虎藏龙》里杨子琼扮演的于秀莲曾说过 走江湖靠的是人熟 讲信讲义 硬下来的就要做到 在江湖离婚 光靠聪明尚未也许能够风光一时 但最后大多下场惨烈 真正能够坐稳位置的都是讲信义的人 周润发能红并且能红那么久 不得不说跟他为人仗义有着莫大关系 20世纪90年代出周润发和杜齐峰等人发起组织一进同学会 资助无限退休老艺人 让他们安度晚年 作为前辈他也毫无保留地提携过不少新人 刘德华 梁朝伟 梁家辉 刘清云等等都一直难忘他的帮助 从影数十年周润发没有踏入过真正的黑帮江湖 但是他身上拥有的大哥特质却胜过了黑道片中的无数大哥 如今周润发已经功成身退过着大隐隐于世的生活 搭地铁坐公交菜场买菜 影迷时常可以活捉野生周润发并喜提一张合影 43年前他也是这样穿着人资拖走在九龙城区的老街上 别人问他你的梦想是什么 25岁的周润发回答说 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